在刚过去的周末,英国证实新冠病毒的一种新变种正在蔓延 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新的高传染性毒株给该国带来威胁 开始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而欧洲多国及香港也开始对英国实施旅行禁令 新的变种病毒有多可怕,全球抗击新冠是否遭遇新的挑战 已经投入紧急使用的疫苗对新变种病毒是否还有效 今天我们邀请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流行病专家刘成龙教授 为您解读,欢迎刘教授 你好 刘教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病毒的变种 我们知道在英国发现这个传播力更强的新冠病毒的新变种 除了引发了新一轮的限制措施之外,也引起了广泛的担忧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变种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有多可怕 那这个新变种的病毒的话呢,它实际上是集中了很多的变异 在于医生的,所以的话呢,它不仅是一个单独的变异 而且是很多的点位同时发生变异 那其中有一个点位呢,刚好在那个急状蛋白的触突蛋白上面 所以的话呢,导致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据说是增加到70%以上 所以的话呢,由于它的传染性急剧增加 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整个社区非常的紧张 是,那么除了它的这个传染性增加70%以外 那么它对于这个病毒感染这个病毒的病人 它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症状更加严重这样的这个效果 目前这个病毒是否能够导致更严重的症状的话呢 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说法 但是的话呢,这个病毒这个点位的突变的话呢 导致了一些,不仅是在英国发现 而且很早在,甚至在非洲的南非 还有其他的国家呢,也发现了 那在南非的话呢 他们觉得好像这个病毒 似乎是可以导致这个疾病的话呢 更加严重 但目前的话呢,还是缺乏更多的数据 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西方国家 比如说像美国和英国啊 美国有两种这个新冠疫苗 比如这个辉瑞和莫德纳 那么英国也有阿斯利康的这个新冠疫苗 已经是被批准进入紧急使用了 那么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个疫苗 对于应对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是否还有效呢 这个,这些疫苗的 开发出来的疫苗 是不是对能够有效的 应付这个变异的病毒的话呢 目前还很难说 那这主要是取决于 这些疫苗的制作的技术 如果像辉瑞的 还有莫德纳的 他们的疫苗的话 通过是信息RNA的来制备的 所以的话呢 取决于它这个RNA 制备的 使用的RNA的 是不是非常的广普 也就是说 它是不是用了这个病毒 所有的RNA来 来制备这个疫苗 如果它用了所有这些 Message RNA来制作疫苗的话呢 那应当说 还是会很有效果的 因为它尽管它会发生一些突变 它的传染性可能增加 只要它的核心的蛋白 它的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的话呢 这些疫苗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那么另外除了 您刚才提到这个辉瑞和莫德纳 那中国也在研制这个自己的疫苗 可能这个方法是比较的传统 那么中国的疫苗和美国的这两款疫苗 它们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 对比这个问题 您怎么看 那中国疫苗的话呢 目前采用的主要是灭活的技术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是腺病毒的技术 这目前还没有出来 现在已经公开上市的话呢 主要是那个灭活技术的 所以这是一项传统的技术 在很多其他病毒的 疫苗的制作过程中 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了 那在用灭活疫苗的时候的话呢 它是针对所有的这个病毒 所以的话呢 这些疫苗的话 尽管它的技术含量比较低 但是的话呢 它是针对所有病毒的蛋白质 所以的话呢 它应当理论上来说 可能就是对这个突变的 这个病毒的话呢 它的效果应当也会不错 只要这个病毒的蛋白结构 不会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好的 非常感情 现在目前的话呢 这个中国疫苗的这个有效性的话呢 还没大量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那但是根据我们传统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呢 它的效果应当还算 还应当算会不错 而且它的那个副作用的话呢 应该会相对小一些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采访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刘成龙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结束 有一点 就是 然后